现在大家几乎都离不开平板电脑或者是手机了 不过要注意哦 玩着玩着至少一个小时要起来伸展一下 动一动我们的身体啊 因为骨科医师表示 最近因为姿势不良 造成脊椎侧弯的青少年患者 居然增加了将近有两成 怀疑可能就是因为玩平板电脑 或者玩智慧型手机出了状况 医生还特别说严重的话 这可能会压迫损害到我们的心肺功能 一款款手机游戏 小朋友玩的不亦乐风 3C产品越来越多元 不只大人成名 连小朋友也成为低头一足 晚上在玩 但也有时是说是在上课时 然后下课的时候玩 看太久的时候脖子这边会酸酸的 然后会觉得头有的时候会有点痛 玩到停不下来 但可要小心了 长时间低着头 坐在位子上 一动也不动 脊椎侧弯很有可能 找上门来 根据医师统计 近来青少年因为姿势不良 造成脊椎侧弯的患者 就增加了两成左右 心肺功能会受到压迫 我们给他测量肺功能的话 大概都是中常人的 大概70%以下 检查自己有没有脊椎侧弯 其实不难 只要立正站好 发现肩膀是一高一低 或者身体往下弯的时候 背部的其中一边特别吐气 都是脊椎侧弯的警讯 因此医生提醒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平日都要多多运动 让身体能够均匀伸展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